想感受香港地道飲食文化 想酒楼飲茶品嘗點心最好不過 1840年代初大批廣州人士來港工作 將省城的飲食文化帶到香港 香港第一間茶樓也正式開業 香港講到飲茶文化 都要講香港第一間茶樓 就叫做幸花樓 是1846年開始的 幸花樓同年搬到皇后大道中325號 改為一間酒家 好像幸花樓那樣 最新是茶樓 甚至是酒家 早期茶樓和酒家 大家坐河漢街 敬畏分明 茶樓只是做早市 由早上4時 做到下午4時 做午飯就算了 但酒家做晚市 由下午5時 做到晚上2時 後來就這樣 很多茶樓就做晚市 酒家也做午市 一路路這種就撈亂了 昔日茶樓由男士負責點心 1950年代開始 興起由年輕女郎擔任點心妹 為了遷就點心妹 就不讓她捧一個大晶龍出來 一個比較輕巧的 鐵盤仔或鋁盤 讓她捧 後來都不行了 嬌滴滴小姐 不如給點心車推來賣 因為後來賣很多東西 包括賣碗仔翅 之類 甚至賣糖水 韭菜豬紅 一個蒸籠 或者一個盤 都捧不到 找點心車方便 甚至點心車有爐 可以興趣的東西 賣腸粉 壓立在旺角彌敦道超過半個世紀的倫敦大酒樓 至今仍然保留傳統飲茶文化 又適應推著懷舊的點心車 不過隨著港人對點心的喜好有所轉變 現在點心款式也大幅減少 七、八十年代 真是一千款點心 一天我可能賣了那麼多 通常一天都是八至二百款 即是點心跟現在點心不同 比較細小一點 小粒一點 一龍燒賣是兩六至兩八 現在燒賣一龍有三兩一二 大粒了很多 所以以前你不吃一粒兩粒是不夠飽的 蘇生所打理的酒樓 在行日依然高頻滿座 客似雲內 即濟點心得到食客的追捧 高峰日期 我們是做上一萬多勞點心的 懷舊的點心比較便宜 黑餃子買一般都有 好像我們的炸糊殼 或者糯米包 還有酥冷碘 那些懷舊的食物 很多人都會欣賞他們喜歡吃 賣這個爺王 我們每天賣上千過夜王 這些考手點心工序精細而繁複 全靠一班出色的點心師傅用心製作 不過近年點心師傅數量短缺 一些連鎖酒樓就交由中央工場生產 倫敦大酒樓就堅持自家手工出品 一小人入行 我們年紀大師傅有些退休 變成學徒比較少 近年香港湧現不少的外賣點心店 但是充滿港式風味 點心車穿梭於餐桌之間 場面熱鬧的酒樓 仍然有它的引人入勝之處 有機會不妨再次去到酒樓 品嘗真正的香港味道 不妨 感谢观看